不用跑 不用跳 每天抖一抖 健康从这里开始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今天告诉大家一个秘密 很多人觉得锻炼身体就是要跑步高强度的这种锻炼 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就是不用跑 不用跳 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的一个动作 两脚并拢 两臂垂于体侧 下颌回收 百会上领 全身放松的情况下 抖领 沾枕头 秒睡 一学就会 建议收藏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你想一躺在床上就能睡着吗 睡眠的重要性在人的一生中是至关重要的 而失眠又是很多人所面临的问题 特别容易发生在以下人群 第一 老年人 老年人患有慢性失眠的比例 拒不完全统计大约在32.8% 第二人群就是女性 女性患有失眠的风险是男性的1.4倍 第三类是有家族史的人群 第四类 生活压力大 生活上有重大事件发生的人群 第五类 性格焦虑完美主义的人群 第六类 对环境特别敏感的人群 如果你有失眠 我告诉你啊 长期的失眠对身体的危害是很大的 尤其是可以增加心脑血管疾病发生的风险 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一个快速入眠的方法 这就是全身放松的方法 因为放松可以让我们的身体进入到一种催眠的状态 放松包括着我们身体的放松和心态的放松 做法很简单 躺下以后呢 闭上眼睛 从头顶开始逐渐向下放松 额头 眉毛 眼睛 下巴 这样一点一点逐个的放松 身体里面每一个器官放松 放松一遍 再放松一遍 总之啊 别的不去想 一直想着这个身体放松这件事 这个方法呢 除了可以让你的身体放松之外 可以把思想全部都集中在身体如何放松上 这就排出了杂念 不去胡思乱想 每天睡觉之前呢 就这样去做 坚持一段时间 慢慢的你会发现 躺在床上之后啊 用不了多久 就很容易的睡着了 睡眠成为了你很幸福的事情 小用毛巾降血压 快提父母收藏好 用毛巾呢 可以降血压 你是不是觉得很奇怪 先别急着滑走 这个方法是加拿大的医生首先提出来的 美国心脏病协会把这个方法列为了高血压的辅助手段之一 具体的操作就是把一块毛巾对折成方形 从一边卷成卷 卷的呢 不要太粗了 一只手能握住大拇指啊 不会碰到其他的四指 中间有一个空隙 这样的程度就可以了 然后呢 用30%的力量去攥住它两分钟 休息一会儿 左右手呢重复这样做两次 每周坚持做上这样三次 这个的原理呢 是什么 手握着这个毛巾的时候就会压迫血管 手臂上血管的血液就会减少 当我们手放松之后 血流就会恢复 这个时候呢 就释放出一种物质叫做一氧化氮 它是一种扩张血管的物质 所以说一氧化氮释放增多之后 我们的血管就会得到了扩张 血压也就会得到了改善 这个方法学会了呢 它可以辅助降血压 每天记录你的血压变化情况 经过一段时间以后 该调药的时候去找你的专业医生 指导你再逐渐减量 不可以马上停药哦 手指操 五指连着五脏 食指连着心 所以我们把手指呢 给练灵活了 对身体的五脏和心脑血管方面 都有很大的好处 下面跟着视频和音乐的节奏训练起来 两个穴位舒干补肾 每天暗柔五分钟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今天给大家分享两个穴位 怕记不住呢 点上红心收藏起来慢慢看 第一个就是太冲血 它能够舒干调理失眠或者痛经 失眠那是很多人存在的一个困扰 晚上11点到凌晨3点 这是睡眠的最佳黄金时期 如果这个时候肝脏处于疲劳的状态 久而久之就会使人的自身免疫力受到侵犯 各种疾病也会趁虚而入 比如说记忆力减退啊 胃病啊 抑郁啊这些 就和失眠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经常对太冲血进行按摩和刺激 对肝火旺失眠都有很好的缓解作用 太冲血呢 在脚的大指和二指之间 这个骨缝的地方 手指呢按在上面 用点力气去揉 开始揉的时候 特别是肝火旺的人会有疼 那加重一些力气呢 会把这个肝火给倾泻掉 可以梳理肝气 大约按摩上五分钟左右 有酸胀感最好 你经常的去揉它 慢慢的呢疼痛就会减轻了 也说明你的肝经梳理了 第二个穴位呢 就是脚心上的咏泉穴 它可以补心肾 排毒 养颜 按揉咏泉穴的目的啊 还可以促进唾液的分泌 达到古人说的金晶玉叶 吞咽下去以后 得到心肾香蕉的目的 你学会了吗 两个穴位每天按揉五十项 打通脾胃精 调节气血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如果你气血不足 经常会出现头晕耳鸣 心肌气短 疲乏无力 失眠多梦 手脚麻木 这些情况 今天这个视频帮上你的大忙 这两个穴位呢 每天按揉五十项 可以打通脾胃精 调理你的气血 中医说脾胃是后天之本 是气血生化之源 如果脾胃不好 就会容易导致你的气血变得不足 我们要想去补气血 那绕不开脾胃这个后天之本 这两个穴位 一个呢是补气 一个是调血 对气血虚弱的效果非常的好 第一个穴就是足三里 它具有着健脾合胃 输精活络 强壮保健的作用 可以帮助我们调理 像胃疼啊 胃胀 恶性呕吐 食欲不振等等 消化系统的疾病 第二个穴就是解膝穴 就是脚上面系鞋带的那个位置 解膝解膝啊 所有的溪流从此而过 给它释放了以后 那我们身体里的气血就能流通了 这个穴位呢 可以帮助我们清除全身的弹湿之气 健脾厨师 爱养胃